大家安,我是小高 我真的对能够设计出春这样的角色的设计师们 致上一个最尊敬的Respect 真的太厉害了 从美术、建模到他的机制 真的都非常的棒 那之后呢,我会再做另一部影片来谈谈春这个角色 那今天教大家最轮椅的轴 那先说说啊,我不知道你们玩春会不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说呢,我到底是要用红春形态 还是我要用白春形态 以及呢,我们都知道春他有一个疯狂的旋转的攻击嘛 那我到底要不要用呢 以及我要什么时候用呢 我知道这个大哥的生涯一丢 我就可以获得湮灭伤害的加成 但是我每次一丢,我人就在空中很烦 以及呢,我变作进场的时候 常常啊,是由这个红春变白春 就要打一个下落攻击 真的就是,说他轮椅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轮椅啊 我觉得现在会说春轮椅的 可能都是因为伤害高的轮椅 但是其实他的手法呀 我自己体感下来啊 绝对没有精细简单 也没有礼歌简单 就更不用说技研简单 我反而觉得他的手法是比较复杂的啊 但是今天之所以有这部影片啊 当然就是要解决各位的这样的困扰 我自己就是玩了很多遍 然后录影看完调整 录影看完调整 才终于发现了这个又简单 同时又非常合理 又非常轮椅的轴啊 分享给大家 春 开大 想法补一个一 A 然后接一技能 A中 A然后开大 然后重点是春进场的时候 直接就换一了 很顺 因为他进场在空中 然后我们一也在空中 然后A到什么时候 A到我们下一个技能好了 就切人 补充一下 怕有观众看不懂啊 A到技能好的时候 就换下一个人 我是指的说呢 我们春变奏进场的时候 不是一了一下吗 那他的一技能只有四秒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一完 然后转转转转转 一好了 按下去 我们就可以切人了 这个技能好了 就切人 然后切闪滑 一压中 然后这个时候丢大哥 然后再切回 闪滑 然后丢鸟 进场一样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我永生化好了 然后就 打打打打打 走走走走 打打打打打好了 但是我们不管他 我们转到最后一刻 然后转到把这个 过敏回路转完之后 一技能 接R 然后切回首按人 不好意思啊 刚刚有点激动 切回首按人 然后这个时候先补一个一技能 散滑先补一个一 怕待会呢 我们招式可能会漏掉 然后这边再补一个大 然后切春 春怎么样 变 ens пром 进场都是一个逻辑 进场就按一 对不对 哇 黑瓶了 吸呗 不好意思啊 家里荟屋有问题 然后 我我春 就是打完 一 然后就换 然后就切大哥 然后呢 切散滑 ok 那是不是这边 石程了 那就直接永生花了 哎呀 刚刚黑屏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讲的还不错 可能也会拿这段当素材 我觉得这一套呢 它可以解决几个困扰的点 首先就是呢 你不会再有很烦的下落攻击的问题 你不会再有呢 就是你大哥丢完 然后你又要跳起来 跳起来就只能接下落攻击 这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到底什么时候技能要切 对不对 因为村的技能啊 它就三四秒就可以按一次 我到底什么时候要按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这个困扰也是困扰了我很久 那这个轴啊 基本上就是哪个技能量起来 就点哪一个 真的是非常的直观 唯一最难的应该就是散滑 一R中之后呢 你要切到村去丢大哥 然后再切回散滑 延奏变回村 这个是我觉得手法可能最困难的地方 但是你也可以不需要这么做 我觉得这一套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说呢 村的变奏进场非常的直观 每一次进场就按1 然后再来呢 就是散滑变奏给村的时候 这里非常的细节 因为我是算好好的 这时候呢 散滑变奏给村 你打一个1 会累积呢 2到3层的春花累 那这个时候 你就将近快要10层了 你可能这时候八九层 那你就在A几下 然后立刻打出一日花 然后再来呢 你就开始接普通攻击嘛 然后再来接大招 然后最后就切回首岸人 这是可以完美的吃到 散滑14秒的延奏 OK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影片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那我有看到一些朋友啊 想要了解呢 6加5精细 跟6加5的村的对比啊 那我明天再来测 好吧 那就感谢各位的收看啦 谢谢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